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平安过来一个安息 虽然在疫情还没完全止息之前 但是我们能够存着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的心 来到神的圣殿 在这边一起来查考道理 愿主耶稣的福气与平安与大家同在 那今天我们要谈论的题目就是以富士为念 以富士为念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七十九月新约 路加福音第二章 七十九月我们从四十节读到五十二节 我们从四十节读到五十二节一起读 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每年到一月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旗的规矩上去 手满了节旗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找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 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恋吗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多于其增长 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 是主耶稣小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的故事 因为犹太人 如果是男孩子的话 差不多是三岁就断奶 五岁就开始学绿华 到十二岁的时候 就是称为律华之子 律华之子就是要佩戴 这个圣经盒子 有的是绑在这个额头上 有的是放在左背 左上背的地方 那这个经盒里面 所写的就是四段经文 有出外记记十三章两段 还有生命记六章十一章 这样一共四段经文 然后就可以看出说 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已经渐渐能够学习神的话 同时能够行在日常生活上 那么在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头 我们发觉四十节 说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这个指着他的身体 非常的强健 渐渐的强大起来 然后充满智慧 充满智慧是内在的 外在的身体 内在的智慧都增加了 更重要是什么 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神的恩典在他身上 有的人虽然他有很好的条件 但是他得不到神的特别恩典 但是主耶稣 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到五十二节这个地方 好像又一个结论也是一样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也就是指着主耶稣 内在和外在 这两方面都进步了 都增长了 更重要是神也爱他 人也更爱他 神爱他 人爱他 那么今天我们无论是个人 也要追求长进 同时我们教会 各地方的教会 也是要像这样来追求长进 外表的增长 还有内在 对道理 对神的认识方面 更加的进步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 以富士为恋 以富士为恋 因为主耶稣 他到十二岁的时候 他已经有资格 到耶路撒冷 到那里去守洁 在生命纪十六章的 十六节十七节 有记载 这个犹太人他们在 这个一年当中 有三次 要到耶路撒冷 去朝见神 那就是守除孝节 也就是余夜节 还有守这个七七节 也就是五旬节 还有祝盆节 那这个时候是余夜节 所以家乡的人 拿撒冷那边家乡的人 他们一大群 许很多人 他们一起出发 然后到了这个 耶路撒冷去守洁 那么四十三节说 节旗已经满了 那他们要回家了 可能人很多 所以大家谈天 谈话 一面谈一面走 所以也不忘记了 说到底有几个人来 有没有人没有回家 哎呀 走啊走 四十四节说 走了一天才发现 奇怪 好像没有看到耶稣 耶稣哪里去了 怎么都找不到 一直问一直问 还是找不到 可能还在耶路撒冷吧 那我们回去吧 我们去找他好了 所以他的爸爸妈妈 约瑟和玛利亚 他们就回头走 走回耶路撒冷的圣殿 那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 哦 原来耶稣 就坐在圣经的老师的前面 在圣殿里头 在学习神的话语 一面听一面问 所以就找到了耶稣 那么耶稣到底有没有长进啊 在这个第四十七节里头 就写得很清楚 在围在旁边有很多的 这个人 这个大人 这些大人听到耶稣 问这个老师的话语 还有他反应的 这个话语 回答应对 太奇妙了 只有十二岁 这个十二岁的孩子 怎么道理懂这么多 所以大家都觉得 非常的稀奇 那么到了四十八节 这里就记载 他说我儿为什么 像我们这样行呢 这个妈妈就讲话了 哎呀 你的爸爸和我 很伤心耶 我们看到你迷路了 不晓得你跑哪里去 我们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很伤心来找你呢 谁知道 主耶稣的回答是说 为什么找我 所以有的以前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有这个别的宗教 他们要找基督教的这个渣 找茶 找基督教的茶 就这样说 哎呀 这个耶稣大概是不孝吧 怎么对爸爸妈妈 讲这样的话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 爸爸妈妈 找得好辛苦啊 你又这样讲 但是下面又一句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恋吗 这句话就是 今天我们的题目 那么在小字细字 这边有写 岂不知我应当 在我父的家里吗 所以我们 今天就用这样的内容 来查考 首先我们要讲一讲 爸爸妈妈如果发现自己的小孩子不见的话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 我就有这样的经验 我的老三那时候还小学四年级 有一天我们夫妻就带他到 这个我们的这个今日百货公司去 还不晓得在看什么东西 忽然间回头 找不到孩子了 哎呦 我儿子跑哪里去了 看不见了 找不到 哇 一直找一直找不到 赶快去找那一位小姐 小姐就广播了 但是都没有消息 糟了糟了 孩子不见了 因为那一段时间 正好报纸上有在写 说就在这个热闹的地区 有一些坏人 抓小孩子去 然后教他们去脱窃啦 或去做坏事啦 哇 那如果我的儿子被人家抓去 然后变成一个坏孩子 永远回不了家 那我怎么办啊 所以我们很着急啊 那个小姐说你们去 这个派资所报案啊 我就去报案了 报案以后就坐计程车回家了 哎 到家里还是没有回来 我们就跪在 那时候住在三楼 我们就跪在三楼 一次祷告 哦 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有人会说 他着急的心 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什么叫做热锅上的蚂蚁 我终于体验到了 所以那一次祷告 一次祷告 哦 我的心好像要融掉一样 如果我孩子丢掉怎么办 我不但是自己的事情 而且对不起属耶稣了 怎么办啊 哦 那时候实在很难过 哦 祷告了一阵子 哦 感谢主 听到有电铃声 楼下有人按电铃 啊 感谢主 原来我孩子自己 搭公车回来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 神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 孩子迷失的痛苦 哦 那所以有的人 被孩子被人家抓去 啊 经过了几十年 还是没有回来 哦 你看他们的心 是多么的痛苦 哦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啊 啊 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想一想自己 哦 我们洗礼 啊 很好 我们带孩子洗礼也很好 我们带孙子来受洗也很好 但是 今天他有没有迷失 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 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的孩子 或许很多个啊 像我有三个孩子 我爸爸有六个孩子 像这样子 那是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有来教会 都有来守安息 都有守道理 都晚上都知道 睡觉前要祷告 是不是像一个基督徒 他的谈吐 他的朋友怎么样 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主耶稣的父母 看到主耶稣很高兴 又很伤心 哎呦 找你好久好久 今天也是一样啊 我们的孩子 带来受洗以后 有没有迷失啦 如果有迷失啦 你要一直为他祷告 而且要想办法 把他找回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讲到这里 这边啊 这边又有特别谈到啊 说主耶稣是坐在教师的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可见啊 这个主耶稣不但在自己的家里 学习律法 律法就是指的旧约圣经了啊 那来到了圣殿 他又来学习圣经 一面听一面问 让我来想到 我们大同教会的见证 我们大同教会 现在应该算是最老的啊 就是李蔡前老姐妹 到今年他民国十二年生 应该是九十八岁了 他去年啊 去年才搬到这个仁爱之家去住 那这个九十八岁的这个阿姊姨啊 她实在很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有一个好女儿 这个好女儿教妈妈 也教孩子 这个是非常感谢主的 这个李美玉姐妹 她实在很感谢 这个李美玉因为她 年轻的时候是嫁给一个外省人 这个外省人可能很重视 这个拜祖先的事情 所以啊 她根本也不知道有耶稣啊 但是有一天 她在半路的地方 遇到她的妈妈 就是这个阿姊姨啊 那是星期六啊 哎 阿姨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吃亚祖的肉跟肥子啦 那一天应该是礼拜天 领恩会啦 阿财 这个她 她你们的听来觉得很奇怪 阿姨 阿姨 妈妈 你买去吃亚祖的肉跟肥子 这是什么事呢 所以他非常的着急 那就跟着他妈妈到大同教会来 就是因为这样他来听道理 所以这个李美玉姐妹就这样的信主 信主以后他就非常认真道理 然后也很重视家里的教育 但是他的先生不准他的大女儿小女儿 就是刘怡云和刘怡颖 两个女儿来信耶稣 就是说不能来受洗 但是妈妈都是带着两个孩子到教会来 那么这个刘怡云 刘怡云那时候是小学三年级 因为他非常聪明 所以在这个葫芦国小三年级读书 每一次演讲比赛和作文比赛 都是第一名 所以有一次 全省就要举行作文比赛 那他的导师就推荐他去参加这个比赛 但是这个刘怡云非常的精明 怎么精明 他问老师说 比赛那一天是哪一天 星期几 老师说星期六 老师对不起 我星期六要到教会去守安息日 我不能去参加比赛 他老师头很大 然后为什么不能够去参加 因为我要以父的事为恋 小学三年级讲这样的话 那个老师我莫名其妙 所以他的老师就和这个校长商量 那这个我们怎么办 只有派他去才能够得名次 如果不派他去得不到名次 所以一定要派他 但是他星期六他又不去怎么办 问问他妈妈好了 所以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李美玉 你女儿怎么说不能参加比赛是什么意思 请你到学校来一趟好不好这样 好那他妈妈就去了 你孩子说星期六不可以 一定要到教会去做礼拜 那而且他有讲一句话 我听不懂了 说他要以父的事为恋 这个美玉才解释给他听 说以天父真神 天上的神生命的父亲的事情 看为最重要 这个恋我们知道 这个恋是一个经 上面一个经 下面一个心 你今天的心在哪里 你就是在想念谁 所以他以父的事为恋 所以不能星期六参加比赛 他妈妈就说 那么第二名去参加好了 不行不行 我和校长讨论过了 第二名程度差很多 不能得名次 只有他去才可以 但是我儿女儿就不去 怎么办 结果回去了 过了几天 很奇妙 忽然间 这个教育部 教育部就改日期了 把比赛星期六 改成星期三 哇 老师好高兴 你可以参加 你可以参加 他就去参加了 感谢主 一参加 竟然得了第二名 这个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作文比赛 他能够得第二名 这个是刘亦颖 那他的阿嬷 我说这个阿嬷 阿嬷去年到这个 这个仁爱之家去 等到他生日的时候 大家就为他庆生 那在生日的时候 大家知道说 哇 这个阿嬷虽然九十几岁 去年是九十七岁 九十七岁 但是他能够默念很多东西 所以大家就请他默念 第一个 他可以背主导文 这个主导文 当然用台语念 我们知道 大家都会 第二个 要背念 真耶稣教会 十大信条 你看 这个赞美师第一页 第一首的前面 真耶稣教会 这个十大信条 十大信条有几个字 几百个字 他竟然能够每一个字都背起来 然后第三个 十条介密 他也会背 然后有的圣经节 他也会背 大家说 哇 这个仁爱之家 年纪这么大 九十八岁 九十七岁了 还会背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他 女儿教他的 当然也教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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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艺 也教自己的孩子 这个刘宜云 刘宜云是谁 他就是 现在连种的女传道 那现在是暂时 因为 有生一个女儿 所以 在养孩子 就有留职 庭心 他的先生是谁 这个 他女儿的先生 就是林宋云传道 所以我们 可能听到见证 去 两年前 两年前 2018年6月17号 这个林宋云传道 再者太太 李美艺传道 还有他的女儿 很小 抱着的 这个女儿 然后还有 他的这个岳父 还有他的这个 小姨子 一共五个人 一个车 要去环山教会 中部的 这个山地的 环山教会 要去访问信徒 来到半路 这个好像是 这个检查站的附近 哇 忽然间下雨了 下雨很大 然后 上面啊 山上竟然石头滚下来了 我听说那个石头很大 说不定有五百公斤那么大 这样滚下来 就打在他的车子的前面 所以报纸都有拍下来 那个他们整个车等于烂掉一样 那他车子里面就是五个人 这样子 感谢主啦 虽然都有受伤 不少伤 但是主耶稣都让他们很快就痊愈了 虽然伤很多 不过在这个为他祷告的时候 有一位姐妹 有一位姐妹 为这个林宋怀 林宋怀他们两位传道 这个遇到车祸的事情 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竟然让这个姐妹看到 我说原来那边有一辆车 就是这个林传道 林传道他们的车子 然后看到这个石头 从上面滚下来了 他说出现了三位天使 他说第一位天使 是站在车子前面那边 大石头来 赶快把他剥开 这样子 第二个天使 就在车子旁边 忽然间就变小了 矮下去 跑到这个车子里面 去用身体去遮盖这个婴孩 这个只有几个月的这个孩子 把他保护住了 还有一个在后面 把那个细细的石头剥开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家庭里头 这个阿姊姨 李美玉还有李玉云 姐妹 林宋怀传道 这个我们来知道说 以父的事为恋 他从小就会这样子 就懂道理 莫怪后来当传道 主耶稣的恩典 也在他的身上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天父 以父事为念 这个父就是天上的父 也就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父亲 我们人虽然父母生我们的身体 但没有办法生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都是天上的神给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父亲都是天上的真神 那么天父的事到底是什么事 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298页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汉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这个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里面 书信里当中来讲到神的旨意 天父真神的事 原来就是要让万人得救 要拯救世界万人 所以要让人得救 就是要让他明白道理 来接受习礼 所以我们必须要传福音就是这样 传福音让人明白真道 然后信而受习 将来能够得救 神就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 第五节第六节是告诉我们 只有耶稣基督 他能够救人 人都有罪 我不能救你 你不能救我 只有天上的神 主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做人和神中间的桥梁 他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留下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知道天父的事 对外来讲就是要宣传福音 带人信主 然后对内来讲就是要 让目道朋友明白圣经的道理 信而受习 成为神的子民 这个就是天父的事 我们再看格林多前书第三章 231页 格林多前书第三章 六节到八节 231页 我们六节一起读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 唯有神叫他生长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 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 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赏赐 这里告诉我们 说主耶稣就是要来世上替我们死 天上的真神的救恩就是这样完成 但是在世上的人 要怎么样来配合天父真神的事去做呢 这边告诉我们 有两种工作 一种工作是栽种的工作 一种是浇灌的工作 栽种很简单 那就是把道理的种子 借着传福音 栽在对方的心里头 所以栽种就是 把道理种在对方的心里头 让他明白道理 那么把这个福音的种子 道理的种子种下去以后 他就会长大 那长大以后 第二个工作就是牧养的工作 浇灌就是牧养 所以亚波罗有这样的恩赐 浇灌 浇灌就是攻击 长大的 这个道理的 这个种子长大以后 需要有水分有养分 所以需要浇灌 需要看管 这个就是牧养的工作 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个道理 能够生根花芽 然后能够好好的长大 开花结果 这都要神叫他生长茁壮的 那么这里第七节才讲到说 人算不得什么 我们只是为神做工 配合神做工 与神同工 就是这样 那么第八节才告诉我们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是和得救 生命有关系的 这个都是神的工作 那么将来自己都能够得到神的赏赐 你做多少就得多少 这是应该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 从小到大 生出来 一直到长大 然后一直到老 一直到离开世界 这一段时间 全人的教育 这个就是天父的事 所以我们宗教教育 是从幼儿班开始 一直一直到幼稚班 幼年班 少年班 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然后有这个青年团契 有中年团契 有长青团契 一直到离开世界 整个全人的教育 这个都是天父真神的事 所以主耶稣是以天父真神 救人的事为念 我们再看这个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八页 马太福音 第六章 三十三节 六章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事 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一节圣经 是主耶稣讲的 也是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 天父真神的事 天父真神 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什么叫做求神的国 因为我们是住在 中华民国的这个土地里面 我们是受中华民国的 政府的统治 我们愿意顺从所有的法律和规矩 这就是国度 一个国度 所以一个国度就是 愿意接受谁的统治 就是谁的国度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愿意让神来统治 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 我们的心愿意顺从 神的话去行 遵行神的道 遵守神的道 这就是行出神的义 所以我们的心 给神 让神来统治我们 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 我们把神的道理 根据圣经把它行出来 爱神爱人所道行道 那这样子 我们就是行出神的义来 所以天父的事很简单 就是救人的事 所以也有传乎因 也有牧羊 也有求神的国 也有求神的义 来荣耀天上的神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 今天真耶稣教会的使命 每一次我们在总会开会 有着圣工推展策略方针 都会印在册子上面 给大家己所同意通过 真耶稣教会的使命 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 引人归真 所以这是根据这个 马可福音十六章 十五节的地方 主耶稣要升天之前 告诉我们的说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 要把真道传扬到全世界去 带领人来归入真神 然后能够受洗归入教会 然后成为神的子民 这是第一个 传扬福音引人归真 第二个使命就是牧养主羊建立教会 牧养主的羊来建立 神的教会 所以《愿扬福音》二十一章 我们也常常读 说主耶稣在死而复活以后 发现七个门徒跑到加利利海去打鱼 不传福音 不牧养信徒 竟然去捕鱼了 从操就业 结果整夜抓不到鱼 主耶稣叫他们 把那个网子一撒 一下子就往上了153条的大鱼 这个让这些门徒知道 说要捕鱼很简单 传福音救人这个比较难 你们要重视我交代你们的事 所以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问了三次 让彼得很不好意思 我虽然傻傻的 但是讲一次 一次两次我就懂了 第三次又问我 所以他才知道我错了 主耶稣交代我要去传如荫 去牧养信徒 结果我竟然又回到加利利海来捕鱼 很不对 主耶稣说你要 你爱我 你就要牧养我的养 所以这个是牧养主养 建立教会 今天我们各地教会 都有宗教教育的工作 年轻的工作 还有老人的工作 从小到大 我们都是这样做 第三个真天书教会的使命 就是扩张事件 增添国民 扩张事件 增添国民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26章 834页 834页 以赛亚书26章15节 834页 15节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 你增添国民 你增添国民 你得了荣耀 又扩张地的事件 原来第三个使命 就是要扩张神的教会 原来就是要增添神的国民 像我们黑板所写的这一次 我们这个水洗八明 灵洗六明 这个水洗八明 就是增加了八个人 接受大水的禁礼 最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国民 所以我们就是扩张事件 增添国民 我们知道真天书教会 1917年从北京开始 民国15年从福建 传到台湾来 到今天已经有94年的历史 刚传过来的那一年 民国15年 这个那时候 只有来40天 竟然 有一百个人受洗 建立了三个教会 那到今天 经过94年 我们现在有五万五千个信徒 但是很多都不热心 那么有290处的教会 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继续在做 我们该做的事 好 再来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主耶稣 祂是以父的事为念 这个小字里说 我应该在天父真神的家里头 今天我们在真教会里头 就是在神的家里头 那在神的家里头 就是要以父的事为念 那主耶稣 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四十七页 马可福音第一章 四十七页 好 当我们看到21节的时候 主耶稣来到了加百龙 在安息日的时候 祂进了会堂教训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个圣经的道理 来教导 或是大家来学习 或是来好好的 护习神的道理 所以这个会 进入会堂教训人 这就是一种牧养的工作 也是一种福音的工作 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很多 这个我们 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 这边主耶稣把一个 换鬼的人的鬼赶出去了 当我们再翻过来的时候 二十九节又记载 主耶稣在安息日下午 祂又到这个 西门彼得的家去访问 然后治好了 西门的岳母的热病 那三十二节以后又写主耶稣 晚上很忙 很多人来找祂 医病赶鬼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真的是以护士为恋 祂留下了这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再看第二章 马可第二章的十六节 十七节这边有记载 当主耶稣参加立位的言席 和税吏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十六节这里记载 法利赛人的文士 竟然对门徒说 哎呀这个主耶稣怎么这样子 他是一个非常受尊重 有品格的人竟然和税吏罪人一同吃喝 所以有的人并不了解主耶稣 以父的事为恋就是要救人 这些税吏罪人需要有人和他们谈话 谈道 希望有人和他们接触 接近 然后来解说神的道理 这样才能够救人 所以天路的事就是救人 所以十七节主耶稣就回答他们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造罪义人 乃是造罪人 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要救义人 义人本来就可以得救了 何必要救他 我来到世界就是要救这些罪人 所以我和税吏罪人一起吃饭 你们意见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神就是要救这些人 所以我一定要接近他们 辅导他们 让他们明白道理 我们再看第七章 也可以看到主耶稣怎么样 以父事为恋 我们再看五十月 马可福音 我们看第七章 五十六月 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看一下 第七章 第一节第二节 这个地方有记载 所以这个华利赛人和文士 他们看见 主耶稣的门徒奇怪 怎么没有洗手就在吃饭 当然这些华利赛人 抓到这个机会 就是要来找耶稣的把柄 说怎么可以不洗手就吃饭 怎么可以这样 当然这是和卫生有关 不过主耶稣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十九节 十九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吃东西不是进入人的心 是进入人的肚子 落到茅厕里面去 那么在二十节这里又说了 但是从人的心里头 出来的那才能够污秽人 所以二十一节说 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 发出恶恋苟合 脱盗 凶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淫荡 极度 磅毒 骄傲 狂妄 这一切是恶 都是从里面出来 且能污秽人 所以主耶稣 他无论到哪里去 他以父的事为恋 所以必须要纠正 许多华里 华里赛人的错误的观念 因为他们把这个神的意识 曲绝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第十节 第十节这边 当时主耶稣又对他们说 摩西的第五条诫命是要当孝敬父母 而且又说作骂父母的要致死他 十一节说 你们反倒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 就是贡献 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样父母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会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所以主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他常常来纠正 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错误观念 让他们知道 不是对神做到了 对父母就不要孝敬 不是这样 两个都要做 该做的都要做 所以主耶稣 在世上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了榜样 辅导信徒 纠正错误 和罪人同时 用道理教训 而且医病赶鬼 这是主耶稣 留下的很好的一个模范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 一百三十页 约翰福音第四章 好 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这常常在读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我们说天父的事 就是救人的事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够蒙神的拯救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灵修呢 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神 所以有的人 心中有很多的杂炼 因为杂炼太多了 所以祷告也不专心 还有的祷告也求不到圣灵 都是因为心中的杂炼太多了 那我们平常重视灵修 就是要让我们和神越来越亲近 要和神亲近 一定要清心才能够见神 所以我们这里说 要用心灵和诚实 就是用诚实的心灵 诚心实意的来祷告拜神 我们才真正能够亲近神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越来越像主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当然我们是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好好的拜神灵修 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为了自己的得救 必须要灵修 为了别人的灵的得救 我们必须要做圣工 我们来看同一章 四章三十四节 四章三十四节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 所以救自己 就是用心灵诚实拜神 就是灵修 那么要救别人 就是按照天父真神的旨意 去做圣工 也就是该传福音的 你就传福音 该牧养信徒的 你就牧养信徒 所以两者都是必要的 那我们是按照个人的恩赐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就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十二岁就知道 以父的事为念 那我们也应该想一想自己 我们信主几年了 或许我们超过十二年了 我信主已经快要七十年了 八岁信到现在都七十七岁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以父的事为念 我常常在想 到今天 我今天退休已经第十二年了 虽然退休十二年 不过我的心还是一直想要做神的工作 如果没有圣工可以做 活着不知道干什么 人生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没有 人生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做成他的工 以天父真神的为念 有神的工作做 那才是最快乐 也最有价值 因为能够救人的幸运 好我们一起来唱诗四百二十四首